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欢迎回到太神奇的杰克 我是英雄小母亲Jack AKA太神奇的杰克阿诚 我们今天将一同探索台湾引进的外来种鸟 灰头凉鸟 这种鸟类又被称作为立尾凉鸟 根据台湾特生中心繁殖鸟类大调查 2011年到2021年的族群趋势 加巴哥成长了将近400% 白尾巴哥成长了大约213% 第一种黑岭凉鸟则是常在合并出没 近10年居然成长了将近637% 另一种跟他们同属的凉鸟科亚种 灰凉鸟成长幅度更惊人 高达4407% 灰头凉鸟在台湾也是属于外来种 族群在2015年之后大量增加 成为都会优势物种 这种美丽的鸟类原产于中南半岛 印度与尼波尔 具有相当独特的外貌和生态特性 但是似乎对台湾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也让台湾鸟类的栖息地受到了压迫 今天就让我们用这集的影片 一起来了解这种 台湾出现成长速度非常快的鸟类 灰头凉鸟咯 灰头凉鸟它具有黑色的翼尖 橙色的腹部还有腰 以及相当独特的蓝色的嘴 它的嘴巴前面带一点黄色 它们喜欢在开阔的森林 森林边缘还有农业区 以及乡村郊区当中棋息 也经常成群聚集活动 发出各种吵闹的叫声 包括尖叫声、口哨声等等 灰头凉鸟它们在历史上的分布 在台湾是属于近年引进的物种 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至1994年 从2002年以前 它们主要分布在南部区域 而在2016年以后 族群开始急剧增加 分布扩展到台湾的西半部 甚至在花东与澎湖也有菱形分布 族群趋势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台湾繁殖尿大调查结果显示 从2011年到2021年长期族群趋势 和2019年到2020年短期族群趋势 皆呈现显著上升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威胁 例如像是跟其他刺激洞潮鸟 竞争潮位等资源 这些问题都慢慢的附上台面 面对灰头凉鸟的族群急剧增加 目前尚无针对其的移除计划 这也引起了关于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影响的讨论 在未来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这一个情况的发展 并且探讨其他可能管理的方案 以维护台湾的生态平衡 中国时报也对此发布相关报导 中华民国野鸟学会调查更发现 黑领凉鸟 灰凉鸟 灰头凉鸟 葡萄凶凉鸟 这四大外来势力在野外已有繁殖情形 未来是否会像百尾八个一样在台湾占地为王 极需要密切的注意 常见于河谷的木棉树上或者是榕树上的灰头凉鸟 以及胸前有一大块葡萄色羽毛的葡萄凉鸟 虽然在台湾被募集的地点仍非常少 灰头凉鸟十个 葡萄凉鸟只有四个 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已外有繁殖情形 显见已完全适应台湾的气候地形等等 如果它的族群继续扩张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原生鸟类 林物局也说这种外来的物种几乎都是龙翼鸟种 也就是从龙子逃逸出来的鸟类 商人因为民众观赏等需求引进台湾 而后从鸟笼当中逃出 或者是民众喜心研究随意放飞而造成的恶果 未来继续研究外来鸟类繁殖季节 趁族群上小时能够抢先移除之外 也会积极向民众宣导物随意喂食野外鸟类 才能够一直族群增长 外来种鸟类的数量繁多 面对环境生态影响以及本土物种栖息地挤压 这个课题存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 有些人主张不要影响他们让大自然自己运作不能加入过多人为干预 也有些人以主张保护原生物种支持台湾特有种的生存空间不能够受到干扰 我们也整理了这个议题的不同观点 环境资源中心的资料显示 来自非洲入行种黑头之雀埃及圣旋 在新竹南辽海滨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入行种黑头之雀 在每年5到8月的繁殖期 常有拍鸟人士驻足 美丽的他来自非洲 非常漂亮却不属于这里 他有繁殖的行为但是还没有扩散 联务局认为这个情况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 要赶在扩散之前与新竹市政府合作移除 移除行动从2014年开始 考量民众的观感工作人员都是在夜间移除尿潮 将近10年的时间 黑头之雀的数量被控制在10日以内 经常来此地拍摄的鸟友庄先生 观察到今年的异常现象 只有母鸟没有看到公鸟 这是移除工作所导致的吗 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情况尚不明确 而另外一个入侵种埃及圣旋是来自非洲 在古埃及是智慧之神托特的象征 独特的外形被作为观赏鸟引入南欧台湾等地 虽然说埃及圣旋是一种非洲欧亚大陆迁徙 虽然要保护险地所保护的物种之一 但却因为在南欧造成的危害 被欧盟列入世界百大陆轻种 1979年6只个体从私人动物园溢出 1984年台湾首次在关渡平原 记录到埃及圣旋 而在短短的30年从北而南 他们的足迹几乎是遍布了西部的河口湿地 相关专家担忧他们与陆斯竞争资源 2019年领悟局展开强烈移除行动 成鸟以枪支精准移除 领悟局也透过专业团队 进入潮区处理幼鸟多管齐下 但物种的族群数量将到一定的程度 会进入到灭绝漩涡 整个族群迈向衰亡 但埃及圣旋却还能够反其道而行 有研究团队想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 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所 助理教授黄真祥带领着研究团队 收集移除行动的埃及圣旋鸟丝 进行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出生不久的埃及圣旋 他的嘴会跟鸡的长度差不多 不过随着个体成长 鸡的嘴会变化不大 而埃及圣旋的嘴会却能够快速的增长 嘴会长得比较长 是埃及圣旋竞争优势之一 他能够吃到泥滩 藏在比较深的生物 在生态影响上面 外来种的入侵 对于台湾的生态环境 最为人守之的影响 比如说掠食 像是外来种啊 生物的引入 最直接的危害就是 他会去吃一些当地的原生物种啦 而当原生物种的族群数量降低 甚至之后灭绝以后 以关岛褐色树蛇为例 约在1950年 经过军事运输 由新吉内亚的小岛意外 引入关岛之后 至今已经至少让 九种原生的鸟类灭绝 而两种森林性的鸟类 还有三种海鸟 陷入冰尾的困境 这些都是啊 外来种引进 本土环境 所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除此之外 也有竞争与排挤等等的问题 如果说被引进的外来生物 它的习性跟生态 跟在地的原生生物比较相似 那么无论是在自然资源上面 或者是漆地的利用上面 空间就被缩小 将会与原生物种发生竞争的现象 导致生态系原有的平衡 遭受到破坏 或者是某些物种的灭绝 例如像是北美原生东枝羹鸟 它因为外来的欧洲凉鸟 取代其草动的利用 而降低族群量 像植物部分 发生在台湾本岛 外来的象草 与原生的五节芒 它之间的栖息地也相当的竞争 蓝玉 由于引进了木麻黄 而导致入侵原生植物的栖息地 受到了威胁等等 这些都是环境支援中心 提供给我们相当明显的例子 最后 还有一些疾病跟寄生虫的传染 也都是许多生态专家相当担忧的 包含了外来疾病 对于原生生物 可能会有一些难以预测的危害 像是海洋时代来临之后 欧洲的移民 为澳洲以及美洲原住民 所带来的各种疾病 其实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而鸟的疟疾 鸟类的病毒 也被认为是可能会导致夏威夷鸟类灭绝的主因 台湾则有一些引进流球松 却伴随着松柴献虫的引入 而造成国内松林危害的严重问题 这些以上种种的案例 都告诉我们 这些外来物种 所可能会带来的寄生虫 以及疾病的影响 成为引进的进行外来种生物 会使自然杂交的机率提高 西部的白头翁 台湾经过放生的途径 经与分布于东部的特种巫头翁杂交 这些杂交的现象也都让台湾原生鸟种存活 遭受到严重的威胁 生态系统也会因为外来种的入侵而遭到改变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只要外来种的引入 没有得到控制 都可能大大的变更当地植物群落组成 也有可能彻底瓦解了这个地区 生态系的食物网结构 从2019年展开了一出行动 让研究团队能够有机会取得大量的埃及圣旋样本 来进行相关研究 让无辜的埃及圣旋 得以产生不同价值 而一出计划目前还持续的进行当中 不含前期的研究与公务人力成本 已经花费了7000多万元 从沿途管理才是专家认为解决的主要关键 严重入侵的凉尿科 在2022年已经全面禁止输入 更重要的是族群的意识 群众的意识 需要更多的人理解外来种的严重性 需要更多人力 加强合作防范 才有机会逆转入侵潮 仿患于未然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对于回头凉鸟或者是其他外来种鸟类有兴趣 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 我自己的观点认为 每个棲息地和环境都具有其独特性与正规性 我们人类因经济贸易甚至运输走私 到最后影响到本土环境 最终更有可能带来传染疾病 影响到人类自身环境 因此千万不要忽略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也别忘了学习多元化的知识 当然移除工作就交给专业的来 看完影片之后 也别轻易把自己当作移除小尖兵 把森林当作猎场开始扑杀鸟类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别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喜欢更多动物知识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时追踪更多有趣的鸟类和生态主题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鹦鹉小木Jack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 晚安拜拜